大家好 老川遭枪击的事情 那是永载史册的新闻 所以我们作为此时此刻的现场的目击者 作为活在当下的一个人 一定要睁大我们的眼睛 去发现各种深度的有趣的 各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消息 一方面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足够的了解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人们 对这个世界的败坏黑暗 对这个人心的险恶 对这个我们这些一个普通人 所完全不了解的那个政治的暗黑 要有足够的了解 当你有足够的了解之后 你不仅仅在公共批评的问题上 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的话 你能够确保你的自己的生命安全 确保你的财产的安全 确保你的家人的安全 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又继续跟 这是关于老川被枪击之后的第三期节目 是一个令我非常炸裂的这么一个说法 这么一个消息 说这个枪击老川的凶手 居然有人在对你放消息 说是一个来自于中国 就是来自于简体字国的一个华人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 我收到过川普的邮件吗 它里面是怎么讲的 再跟大家念一下 再跟大家念其中的一个句子 我当时没引起重视 目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样的行为 既然发生在我们的国家 目前对枪手的情况 一无所知 他现在已经死亡 也就是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一无所知 川普也不知道 特性局的人也不知道 现在因为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因为是一个 人人都可以 做现场目击者的一个时代 人人都有记录的手段 所以很快有人就发现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来自简体字世界的中国人 我真是惊呆了 我半天没有回过神了 按照我的这个习惯的话 我第一时间是真的是怀疑的 真的是怀疑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华人呢 但是越来越多的消息 说他就是一个华人 说这个人呢 就是而且是刚刚从这个 刚刚从这个中国这边 走过去的 走向国去的 其实川普 好几次的演讲的过程中 说民主党放了一系列的 罪犯 一系列的枪手 一系列的这个战士 说是 一系列的这个什么 有战斗能力的人进入美国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可怕的 非常的可怕 所以 其实不止一次说 其他的人也在说 而且 有很多从其他国家走向进入美国的人 他也这么说 他说美国放这么多人 都是年轻小伙子 如果他们是一群战士的话 那你美国完蛋了 接下来的话 要么就有大量的暗杀 要么就有真正的战争 这个话不是今天才说的 但你要知道 全世界最爱搞这种事情的人 那是谁呢 是不是 那只有两种人 我告诉你 一种人就是 这个伊斯兰的人 有可能搞这个事情 一个人呢 一种人就是中国人 真的 而且考虑到我们这个 目前所了解的事实 伊斯兰人并没有一个系统的 一个政权 然后去和美国去较劲 去想灭掉美国 想取代美国 伊斯兰世界没有 伊斯兰没有哪一个国家 即便是伊朗 伊朗也不是伊斯兰 伊朗是穆斯林 即便是这个什么 不是了 伊朗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什么 叫什么来着 是穆斯林吗 他是波斯人吗 他其实 波斯传统和阿拉伯传统 他是两个传统 他其中有很多的是不一样的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即便是伊朗 也没有说系统的 我要跟美国对着干 实力要取代美国 今天想取代美国的 想打掉美国的实力的 就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就是习近平 你说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 这个川普在精选机会上 遭遇枪手射击 据美国的媒体 已经报道了 枪手是一名华人 美国前海关于移民执法局副局长 凯莱尔琛 解放军军官和士兵伪装成 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美国的军事专家 早已经识别出来了 非法移民中有12万 解放军军官和士兵进入美国 难道中共试图 通过刺杀川普 引起美国内战 然后开始攻击 并消灭美国吗 这样的话 它是一种推测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共产党它是作恶 它是无下限的 它什么事都敢干 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 美国人 英国人 欧洲人 日本人 韩国人 甚至包括台湾人 都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理解 都没有真正的理解一个事实 看清一个事实 中共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邪恶 多么的没有底线 它什么事都敢干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 我们这个有限的声音 小小的声音去呼吁他们 你们在美国 跟美国的那些个人 有交道的人 一定要提醒他们 共产党什么都敢干 我觉得这样的消息 一定要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扯吧 扯吧 真的 一定要跟大家分析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诈利的消息 枪击老川的凶手 居然是来自简体的 这是郭德华人 而且北京这边我有一朋友 我今天跟他说了这个话题 他说很有可能啊 他说以他的所了解的信息 他跟我讲了一个令我又再一次更加诈利的话题 他说很有可能极有可能 过去发生的三次对国家领导人的或者前任领导人的都是前任领导人的暗杀 都是来自于土工中国的系统的这个暗杀 都是土工中国的那些个背后的人搞的 第一个是暗杀安倍 安倍被暗杀的时候 安倍是日本的前首相 是不是把他给暗杀了 很有个意思吧 然后呢接下来他们有暗杀了李克强 李克强被暗杀的时候 李克强的身份身份是什么 李克强的身份是前总理被暗杀了 而且安倍和李克强的关系非常好 他们两年纪差不多大的 还不到70就死了 现在暗杀的刺杀的这个老川也是前总统 不管美国的总统是不是偷的选择什么的 反正他的确是离开白宫的 他就是一个他目前的身份就是两个身份 第一个是前总统 第二个是当前的总统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是吧 所以你不觉得非常的蹊跷吗 这是最近这几年所发生的 三个非常醒目的 对于这个 前国家领导人的暗杀 所以我这个朋友告诉我 背后的凶手是同一伙人 你不要跟我搞什么理中课 你不要跟我搞什么事 事不事 是吧 当时这个安倍被刺杀的时候 我当时 哭晕在厕所 我真的非常难过 这个世界有几个政治家我是很喜欢的 这个川普和这个安倍都是我很喜欢的人 但是他是个前首相 为什么要暗杀他呢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当时我的直觉 我完全就是一种直觉告诉我 就是因为两点 第一 这个安倍曾经在台湾的问题上说过一句空前有利的话 台湾有失就是日本有失 从来没有哪一个前任的日本的首相说过这样的话 估计引起了习近平的愤怒 第二个习近平之所以要动手的原因是 安倍和李克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如果这两个人日和有一天又卷头重来 那中国真的有可能进行国家转型 这是也许是习近平的推测 总而言之 仰而总之 刺杀一个前任领导人是没有意义的 他已经不在位子上 为什么要这样干 是吧 三个人都是前任 一个是前首相 一个是前总理 一个是前总统 因为美国的这边的选情的确比较胶着 但是你没有绝对的把握说 川普今年的选举就一定会赢 你可以说我们要有信心 美国必赢 川普必赢 共和党必赢 但是那只是个给我们这些人打气的说法 是吧 让我们要永不放弃让我们要刚强壮胆 但是你没有十足的把握说川普肯定会赢 这个东西有各种各种变化各种因素 人生的悲剧就在于不确定性 我们这些人的这个活着的意义 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是吧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来自于这个美国的消息 说枪击川普的凶手居然是来自简体自顾的华人 北京的高人第一时间向我爆料 说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 是中国的同一伙人 刺杀的安倍 李克强和老川 你不觉得这样的分析有几分道理吗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谢谢